新闻点提供您理财新视野 观众朋友晚安 我是曾中玉 瑞士第二大银行 瑞士信贷集团 信用违约交换CDS利差 飙涨超过50个基点 这个水准甚至比2008年金融还效时还要高 这种数据都显示出 市场上非常担心瑞士信贷的财务状况 会不会无力偿债 因此盛传瑞士信贷恐怕会面临财务危机 瀕临破产 消息一出瑞信的股价峰跌到历史新低 而华尔街现在风声鹤唳 让人联想到2008的雷曼兄弟事件 担心进一步引发全球的金融风暴 金融时报还报导 说在瑞士信贷传出财务危机之后 他们的高层主管整个周末都在打电话 试图安抚他们的客户 安抚他们的合作伙伴 同时也接到许多确认公司财务状况的询问电话 不过瑞信紧急出面澄清 说媒体的臆测全然不是事实 他们的集团拥有强大的资本 而且财务稳健流动性充足 跟业内同行相比 瑞信都处于非常优势的地位 业界会传得这么沸沸扬扬 是因为上周末有外媒爆料 说有一家大型的投资银行面临了破产危机 虽然他没有讲出来到底是哪一家银行 可是华尔街消息这么多 一打听之后就盛传 这个市主是瑞士信贷 也引发了市场上的担忧 金融海啸的惨剧将会重演 虽然瑞信出面欣欣喊话 说他们拥有强健的资本和流动性的学位 呼吁大家不要把股价下跌 供公司强大的财务基础混为一谈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就来看一下从上周五开始 上个礼拜五9月30号发生了什么事 瑞信的信用违约交换CDS 利差升到了2008年来的水准 飙涨超过了50个基点 甚至升到了2008年金融海啸时的水准 利差达到了250个基点 2.5%的水准 股价是不是早就告诉你有危险了呢 瑞信的股价从2021年2月14.9美元 跌到现在剩多少 居然只剩下3.9美元 股价净值比也只剩下0.22而已 难怪市场上会担心 瑞信会不会破产 甚至在全球紧缩 赢跟抗通膨的情况之下 瑞信会不会变成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成为下一个雷曼兄弟呢 好在这里我们先来解释两件事情 什么是CDS 好CDS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它的标高让人这么担心 还有也许很多投资人这几年才进入市场 不晓得当年所谓的雷曼兄弟事件有多恐怖 我们就来看一下 所谓的CDS就是所谓的信用违约交换 那这呢其实是一种衍生性的合约商品 它提供什么提供投资人规避信用风险的 衍生性金融商品合约 你购买这项金融工具的投资人呢 你需要定期的向CDS当发行者支付一定的费用 那一旦违约的状况发生 购买CDS的投资人就有权利将债卷以面值 卖给CDS的发行者 进而达到有效来规避信用风险的目的 换句话说CDS的利差串高就凸显出来 现在投资人对于瑞幸的财务充满着担忧 好再简单一点来讲 例如我们假设一个甲方 好这个甲方呢借钱给乙方 好借钱给乙方 但是呢甲怕乙还不出钱来嘛 所以呢甲就跟饼 买了一个什么 买了一个以以为标的的CDS 好他跟他买了一个CDS 以以为标的 那感觉上呢就是有点像买保险啦 那甲呢要定期的支付给饼 信用违约的互换利差 如果以真的违约了 那饼呢就必须赔偿给甲这个合约的面额 所以你透过你跟他买CDS 你就可以把以违约的风险转嫁给饼 好我们如果再讲回来锐信这个例子 那锐信呢就是这个例子里面所谓的乙方 好这里是锐信 锐信呢是乙方 那现在市场上有很多人都是甲方哦 很多很多人很多很多的甲方 把钱借给锐信借给乙 然后呢就跟饼就是买了以锐信为标的的CDS 那你觉得锐信财务很健全 还钱很容易的情况之下 利差当然低啊 因为风险不大嘛 可是如果当市场开始觉得 哎这个乙方 锐信好像还不出钱来哦 还钱的这个压力是越来越大 风险越来越大哦 CDS会怎么样就会开始标 它的利益会开始标嘛 因为它的风险变大 因为你觉得我可能要帮你锐信 还钱的几率越来越大嘛 那我当然就要跟你甲方多收一点钱 所以为什么上周五 锐信的CDS一标高 市场会这么紧张 好再来标高就标高嘛 跟金融风暴有什么关系 大家为什么会联想到2008年 所谓的雷曼兄弟事件呢 好我们要解释一下 雷曼兄弟他本来是一个国际性的金融机构 跟投资银行 他有在做证券啦 债券啦 投资管理 私募基金还有私人的银行服务 他们呢也是美国国库债券的主要交易者 2008年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们受到了刺激房贷风暴拖累 所以呢雷曼兄弟的财务 受到重大的打击而亏损 股价居然崩跌到连一块钱美元都不到 最后剩多少 0.1美元的股价 那后续就陆续裁员啦 甚至有寻求一些国际金主进驻 可是很不顺利 没有人要接手雷曼兄弟 美国的财政部啊 美国银行啊 英国巴克兰银行都谈过 但是最后都放弃收购谈判 所以2008年9月15号发生了什么事 雷曼兄弟他们宣布申请破产保护 那个时候他们的负债高达了6130亿美元 就是他们还不出钱来了 他们欠钱了6000多亿美元 结论就是当时雷曼兄弟的破产 被认为是2007年到2008年金融危机失控 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 所以现在全球的危机不对 瑞幸的CDS标高 会不会真的像雷曼兄弟一样 还不出钱来呢 会不会变成是金融风暴的一个开端 难道他真的会变成雷曼兄弟的2.0版本吗 市场上担心的就是这件事情 瑞幸的执行长柯纳立刻跳出来澄清 他说大家不要担心 因为瑞幸拥有非常强大的财务表现 股价的发展是什么 就是下跌嘛 跌到了历史新低 股价发展没有改变他们拥有财务强大的事实 瑞幸现在正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 那还有媒体披露 他们要怎么样改善他们的财务呢 可能要裁员5000人 可能要出售资产 但这样的做法有用吗 不少的分析师很悲观 认为瑞幸就算是透过出售资产来改革 他们的资金缺口还是高达了40亿美元 哇 这个钱恐怕不是一时半刻就能够还完的 那拥有百年历史的瑞幸 他曾经挤身为全球顶尖的投资银行之列 能够跟高盛啊摩根大通啊 这些投资银行相抗衡 但为什么今天会走到这一步呢 其实瑞幸的危机不是今天才发生的 这几年来 每况愈下 最近这几年发生了几件事情 比如说去年的三月初 好 去年三月初 英国的供应链融资公司 格林希尔资本 宣告破产 那破产的这件事情呢 就让瑞幸损失多少 100亿美元 再来 三月底的时候 又爆出了这家公司 爆仓的事件 结果呢 它是一些资本管理公司 它是由韩国人比尔黄管理的家族办公室 那比尔黄呢 利用跟各个投资银行这间互换交易 取得杠杆 那取得杠杆之后呢 比尔黄 好 我能够大量的拥有多家公司的股票 那你们这些投资银行 就可以赚取高额的佣金 但是 因为他重压的这几只股票下跌 导致严重的亏损 一个礼拜 这个比尔黄就赔到了200亿美金 那跟着他做生意的这些华尔街银行 也赔掉了100亿美元 高盛也赔 摩根士丹利也赔 全部都被波及 就连瑞幸 瑞幸是最惨的 赔了多少 赔了55亿美元 好 您看到他的丑闻连环报 甚至还涉及了洗钱案 2013年到2016年的时候呢 瑞幸被指控 他们提供贷款给莫三比克这个国家 一个贷款案 这是一个东非的国家 那他们国家里面呢 有这个捕捞业 那瑞幸就说呢 好 我贷款给他 可是被发现 有部分的款项 没有进入捕捞业的口袋哦 而是进入了瑞幸银行家 还有莫三比克的政府官员手中 所以大家觉得 你是不是在搬钱 你是不是在洗钱呢 好 这是其中一件丑闻 再来 今年六月 陈续三级下滑 那整个投行的业务营收更是大幅衰退了43% 所以执行长被迫下台 必须要为这件事情负责 两家国际信品 穆迪 惠玉都调向了瑞幸的信品 所以瑞幸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早就已经有机可循了 因为风扣做得不好 2018年的时候呢 瑞幸财管部的私人银行家 这个莱斯科德龙呢 就被发现哦 他从2005年到2015年 位造了客户的签名还有报表 而且未经授权 擅自的把这些钱拿来做交易 好 为什么要动用客户的钱 他是挖东墙补西墙 要弥补他自己 对于其他客户投资造成的损失 而且趁机中保私囊 受害的客户好多哦 跨州 乔治亚的前总理 俄罗斯的富豪等等 最后他被瑞士法院 判刑了多少 五年的刑期 那在这个诈欺事件发生之后 其实莱斯科德龙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 华尔街很有名的明星银行家 就连金融时报都说 他呢 享有的薪资待遇 都是同部门其他银行家的十几倍 那当然就有人质疑 那为什么他动手脚的这十多年来 都没有人发现他在搬钱呢 好 市场上认为 怎么可能会没有发现 一定是有人发现 但是刻意掩护嘛 所以呢 瑞益是 这个金融市场的监督管理局 调查报告就发现 其实啊 瑞益有很多的高阶主管 早就已经知道这样的乍气行为 但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好 事情一连串的发生 瑞幸有没有改变呢 似乎也没有出现明显的改革 因为呢 他们的资讯系统 投资不足 没有钱来个 没有花很多钱来更新设备 或者是呢 再加上他们的风控 也变成他们的牺牲品 讯息严重落后 所以呢 也让他们没有办法 及时监控 或者是趁早发现很多警讯 而且啊 对很多的高阶主管来讲 管你什么风控 我为了我自己的绩效 当然是选择先留住客户比较重要啊 好 那风控就变成瑞银的牺牲品 乌漏偏逢 连夜雨 你丑闻越来越多 人才都不想呆嘛 大量离职 人手不足 所以呢 就算有接替的人 也缺乏经验 整个管理阶层都是一堆问题 甚至造成他们很多的主管 必须要身兼多职 管来管去 根本忙不过来 没有办法有效的监督 而且呢 选择划分也不清楚 都让瑞幸的状况每况愈下 所以您认为 这一次瑞幸的CTS飙高 偿还债务的能力 真的需要担心吗 而瑞幸会成为下一个雷曼兄弟 引爆金融危机吗 请您将您的想法 留在影片下方跟我们一起讨论 并且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 追踪全球新观点的发烧影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